为了让孩子们在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中学习 来用县府与池上香公所共同争取花冬基金 以及公所自筹经费1300多万元 在池上香万安国小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并在今天举行动土典礼 让创校70多年的万安国小有更充足舒适的室内空间 以及提供池上香民集会活动的场所 为了让孩子们在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中学习 台中县府与池上香公所共同争取花冬基金 以及公所自筹经费1300多万元 在池上香万安国小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今天举行动土典礼 动土第一场开地平安动土顺利 这个案子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因为是中央地方一起合力合作的 那我们万安国小呢其实能够有幸的 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活动中心 未来它势力可以成为我们社区学校 和香公所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场域 万安国小从民国34年创校以来 除了校舍以外长期缺乏活动中心 而为了推广学生课业学习外的多元活动 并增加室内活动空间 宣赴与池上香公所合作争取花冬计划经费 让万安国小也更充足舒适的室内空间 以及提供池上香民集会活动的场所 新建完以后就攻击我们的项目的推展 还有我们的活动的宣导 以及我们学校的优质的活动 活动的一个场地 那我们再不影响学生的上课 我们可以适度的开放给民众去使用 因此各位能够在这里 有这样的动读仪式 让这块土地重新活络起来 我想这就是中央到地方一起工作的合作的方式 一半户外空间主着的廊道 串人室内外空间 借此营造动态感 并结合风雨球场的功能 便于各项活动的举办 以及学生户外教学的使用 只会让孩子们在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中学习 也能成为池上香重要凝聚互动的场所 记得在这里的池上香报导